大家好,我是十三 飛船武器究竟該怎麼選擇?我相信這次所有新人在遊玩一段時間後,會在他們腦海中產生的問題 情緒公民在3.23引入大事模式這個新的飛行模式時,同時也對飛船的武器特性進行了修改 因此飛船武器不再是單一的雷射擊槍打天下,不同的武裝配置對戰鬥開始有不同的影響 在這部影片中,我想針對飛船的武器類別進行介紹,自由理解飛船武器的特性,幫助大家選擇自己喜好的武裝 廢話不多說,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飛船武器種類可以大致分成三個,分別為機槍、火炮和限彈 機槍類武器主要特色為 1.具備較高的射速和較低的單發傷害 2.具備較大的彈價量 3.具備微小的閃射特性 這三種特性使得機槍類武器在打擊的標時,可以用展開彈幕的方式來摧毀對方 與之對比,火炮類武器主要特色為 1.具備較低的射速和較高的單發傷害 2.更小的閃射特性 3.有著比機槍更好的持續DPS 這些特性使火炮類武器的表現更像是總精確武器 讓其可以在一定距離上精確命中目標 最後,限彈類武器主要特色為 1.極高的單發傷害 2.極大的閃射特性 3.比火炮更高的持續DPS 這些特性讓限彈類武器必須在極近的距離才能有效品種目標 4.屬於超性距離用的特規武裝 從傷害類別來看,飛船武器也可以分成三種 分別為,雷射、子彈和干擾 雷射武器的投射物主要有能量的同過程 以無法穿透護盾來傷害到飛船問題 然而,油無投射物是由能量過程 只要飛船還有燃油,其子彈便可以無限生成 主於大部分玩家的首選 子彈武器也不是相反 其子彈是由實機所構成 因此實彈武器具備穿透護盾的特性 不過需要注意,一部分傷害會被護盾手吸收 並且大部分船隻都具有實體彈藥傷害抗潛 因此在使用上無法實現瞬間摧毀敵防的效果 此外,如果打空了彈藥,就只能反航補給 而這些缺點所換來的優勢便是擁有更高的爆發傷害 以及更低的能量需求 因此實彈武器的主要運用情況為短時間內的快速交戰 或者用於打擊船皮脆弱但配有強大護盾的無標 彈藥武器和上述武器不同 其無法對船皮造成傷害 然而其可以影響飛船主艦迷作 藉由超載飛船配件的方式 或使飛船強制關機 屬於撫破完整飛船時滴類的武器 最後一種分類則是DPS和彈道速度之關係 由於目前遊戲並未實裝裝甲系統 因此一個飛船武器的傷害能力取決於熄滅秒鐘的傷害量 彈道速度則是指一個武器所射出了投射彈的投射速度 一般而言,飛船武器可以被分類到以下關係中的任意種 1.彈道速度快,但是DPS較低 2.彈道速度中等,DPS同為中等 3.彈道速度慢,DPS較高 事實上,彈道速度與飛船武器的有效命中距離是直接掛鉤的 這是因為目前遊戲內的火控僅能計算出鎖定目標的切線方向派 若目標機動本身就帶有加速度 其實際運動的軌跡並不會如火控系統的預測 這直接導致在打擊一定距離外的目標時,Pipe是不可靠的 想要減少這類問題的發生 其中的一種方法便是選擇彈道速度快的武器 更高的彈道速度能使Pipe和實際目標運動軌跡更加貼近 同恩保障命中率 自導武器可以根據其大小分成兩種 導彈和魚雷 所有賽斯小於5的自導武器都可以歸類自導彈一類 其主要特色為高速、較快的鎖定速度和較低的傷害 賽斯大於等於5的自導武器則歸類自魚雷一類 主要特色為低速、較慢的鎖定速度和較高的傷害 自導武器還可以根據追蹤飛船信號源的方式分為 IR 制導、CN 制導和CS 制導 所謂的IR、EM和CS是指飛船本身發出的信號源 不同的飛船本身會有不同的信號特徵 而一個導彈能否持續追蹤且不被干擾的密中目標 則很大程度的取決於目標飛船的信號特徵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一艘Fury 鎖定後觀察MFT可以看到 Fury本身的IR信號比EM信號還要大 且Fury為一種艦載機 CS可以推估很小 因此想要保證飛船命中率的話 IR導彈就是最佳選擇 當然,其他種類的導彈也是可以鎖定到Fury 但是因為Fury的EM和CS信號更小 因此其有更高的機率用熱液彈甩開導彈 Fury13,你講了這麼多你也沒講該怎麼配揚 好問題,為何我不實際做一次給各位看呢? 在這個影片的最後,我想以DPS Calculator這個網站 來實際示範如何去配船 首先點開網址後,你可以在右邊看到一個 Slap Share Over Vehicle的選項 點開就會有以船場分類的飛船選項 這邊我選擇黑彎刀作為我要改裝的對象 選擇好飛船後,介面就會切換至你選擇的飛船 左邊欄位由上到下分別為 低砲欄位、砲塔欄位、自導武器欄位、護盾欄位、電場欄位、冷卻器欄位、和量子引擎欄位 在開始配置前,我們得先確定我們假想提示什麼 才能決定我們要配什麼武器 這邊假設我要一個針對小型戰鬥機的配置 那高彈道速度的武器就是首選 點開武器欄位後,即可看到所有安裝在該位置上的武器 上面的欄位可以藉由輸入武器名稱 來快速找到需要的武器 這邊我選擇Lightstrike系列作為我的飛船武器 選好後,右邊即會顯示我使用武器配置的持續DPS 若想知道該配置的瞬間DPS 則可以在右邊欄位選擇Birds DPS選項 最後,當你的武裝配置好時 可以在中間武器欄位下方看到遊戲內的購買地點和價格 以上就是所有影片的內容 若你認為這個影片很有幫助 還請不要吝嗇魚給一個讚 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這邊祝大家飛行愉快 �着駕魚給一個追出